穿搭时注重细节和搭配技巧 可以让你更有型且自信 基本款永远不会出错 拥有几件基本款式的衣物 如白体恤、黑色西装外套、牛仔裤和小黑裙 可以轻松搭配出各种风格 选择合身的衣服 不论是休闲装还是正式装 衣服的合身度非常重要 过于宽松或过紧都会影响整体效果 层次搭配 利用不同长度和质地的衣物进行层次搭配 如在T恤外加一件薄毛衣 或在连衣裙外套上皮衣 能增添造型感 注意色彩搭配 尽量选择三种以内的颜色进行搭配 避免过于杂乱 可以利用同色系或对比色来创造视觉焦点 配件点缀配件如手表、皮带、包包和项链等小物 可以提升整体穿搭的层次感 但要避免过多的装饰 保持简洁有品味 适当使用图案 条纹、格纹或印花等图案能增加造型趣味 但在搭配时要注意平衡 避免大面积图案混搭 鞋子的重要性 鞋子是整体造型的关键 选择与服装风格一致的鞋子 如休闲风搭配运动鞋 正式场合搭配皮鞋 能提升整体的鞋调感 善用高腰设计 高腰裤或裙子能拉长腿部比例 使人显得更高挑 了解场合 不同场合选择合适的服装 正式场合穿着西装或礼服 而休闲场合则选择轻便舒适的服装 自信是最好的穿搭 无论穿什么 自信都是最重要的配件 选择让你感觉舒适 合适的衣服 会让你的气质自然流露 日常穿搭展现个人风格 是一门讲究平衡舒适与个性化的艺术 了解自己的风格 先了解自己偏好的风格是什么 简约 复古 休闲 街头还是优雅 这样你在选择日常服饰时 能够保持一致性 让别人一眼就能认出你的独特风格 善用配色 配色是表现个人风格的力气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个性来选择色彩搭配 喜欢低调的可以偏爱中性色 如黑 白 灰 卡其色 如果喜欢活泼或前卫风格 可以选择亮色或大胆的对比色 选择有个性的单品 增添一些具有个性化的单品 比如一件特别的外套 图案鲜明的T恤 独特的牛仔裤剪裁 或者带有手工元素的配件等 这些单品会让你的穿搭有更强的辨识度 配饰点缀 小配饰如帽子 耳环 手表 项链等能够强化你的个人风格 如果你喜欢波西米亚风 可以用大而鲜艳的耳环和手镯来增加特色 如果是极简风格 精致的手表或戒指能为整体造型增添质感 舒适与实用并存 日常穿搭最重要的是舒适度 但也不要因此放弃风格 选择一些既舒适又符合自己风格的衣服 柔软的针织衫搭配复古牛仔裤 运动鞋搭配休闲连衣裙 这样既轻松又能体现风格 细节决定风格 不要忽略细节 从袖口 衣领 裤脚的设计 到选择别致的扭扣或拉链 都能体现你的个性 这些小细节虽然不显眼 但会让你的传达更有层次感和专属风格 定期调整风格 时尚潮流是变化的 但你的个人风格 可以随着时间和生活阶段调整 试着从潮流中挑选适合自己的元素 加入日常穿搭 这样不仅保持新鲜感 还能展现出与时俱进的个人魅力 建立衣橱核心单品 有一些百搭的衣橱核心单品 无论是简约的白T 质感牛仔裤 经典风衣 运动鞋 这些可以和任何单品轻松搭配 让你在快速出门时也能穿出个性 自信是最重要的风格 穿出自己的风格不仅是服装的选择 还要有自信 自信地穿上你所喜爱的衣服 无论风格多么独特 只要你自信 它都会看起来很棒 日常穿搭展现个人风格 在于选择能表现自己性格和品位的衣物与配件 掌握自己的风格基础 善于搭配细节与配件 最终让穿着成为你个性表达的一部分 感谢观看